是誰把圖額斬首的呢? 堂堂四大空獸之一不會真的被豬葉打低吧 連永遠殺那都懷疑 所以主流的說法就是 當然是由不知道去哪裏的犬夜叉做的 首先犬夜叉具備打低空獸的實力 另外一點就是圖額看見妖化的豬葉後 看過自己就是被那隻魔性之爪斬首的 豬葉身為犬夜叉的女兒 他的爪被圖額初認成犬夜叉的爪 都是合理的 雖然在第五集圖額好像很輕易被身為夜叉機打低 但不要忘記他是四大空獸之一 獸王奇隆院的德力步下 雖然劇情上實力備受質疑 但他的實力怎樣都要對得住四空這個名銜 四大空獸的實力 夠資格被犬夜叉親自出售解決 在這裏我想提供多一個想法 因為我想不明白 既然犬夜叉可以隨時出售為女兒解決大麻煩 為何還要放養女兒呢 我們先把目光放在犬大象身上 誰人都知道犬大象很喜歡送東西給身邊的人 而且送親出售的都是珍寶 然後再看回朱葉手裡不知道怎樣拿回來的貝殼口紅 明家解釋這個是犬大象送出的禮物 這個口紅恐怕都是一個珍寶 內樂是不是很後悔呢 我就在想喜歡派禮物的犬大象 會不會都留了一兩件寶物給自己的孫女呢 然後我就繼續推上這個寶物是保命用的 發動方法是遇到可能喪命的危險 並且失去意識的時候就會自動發動 結合劇情 朱葉說她是沒有和陶侯戰鬥過的記憶 在片段裡面剛剛睡醒的她是沒有塗到口紅的 代表她沒有主動化身做賓國的紅夜叉 也都不是遇上激烈的戰鬥而失去記憶 大膽推上,視野,眉懶 朱葉是郊外勞縮,正睡得含然入夢 而陶亞得知朱葉的身份之後 就趁夜偷襲想要綁走朱葉 可惜未走近半步,就觸發到朱葉的保命寶物 根據第五集的內容 朱葉染上紅莊 發生成崩國的紅夜叉的時候 陶依就說她是被那隻魔性之爪斬首的 假設陶依只是描述事實 她真是被朱葉的爪斬首 即是說陶依之前已經遇上過一樣的情況 遇上過妖化後的朱葉 所以大膽推測朱葉身上的保命寶物的效用 就是換成朱葉身上的大妖怪之血 突破限制將犬大象的力量百分百憑依 一百趴犬大象酸,光不淋 最後堂堂四胸之一,就千里來獻身 送臉送上寶物,七彩珍珠,紅珍珠 再就是,那隻在第一集出現過的貓頭鷹夜叉 都說過這樣的說話 個個打低了陶依的小妹回來 所以我認為是朱葉打低陶依的可能性非常之高 我們真是不可以看小新世代的 題外話,剛剛提到朱葉查上口紅 發生了賓國紅夜叉的一段 在中文字幕裡面明家是這樣說的 這個口紅是御大象的夫人十六夜大人所賜 但有網友指出,這裏的翻譯是有問題的 這句應該是譯做 這個口紅是御大象送給夫人十六夜大人的物品 所以朱葉手上的口紅並不是十六夜所贈送的 這個口紅是怎樣入手,暫時都不知道 我們看到朱葉的知識淵博 他懂很多戰鬥技巧 可以輕易壓制藥骨圓、寵創圖鱷 又可以使用封印之戰 可見,朱葉的知識、戰鬥技巧都是經過系統性的學習 而口紅的用法、激發擾力的方法 我想都是需要有人來教他的 所以推斷朱葉背後應該是有一位好老師 說不定這個口紅就是這位老師鎮語的 最後我們發現四胸原來一早就已經跟著朱葉 原來夜爪一直監視朱葉 在第一集裡他綁走了永遠 他的目的很大可能就是想利用永遠、有報朱葉 而且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出現 監視著阿尼他們 桃藥也都早就跟朱葉接觸 窮其也都在背後針對朱葉進行指揮 朱葉跟奇隆苑的計劃想必有密切的關係 一個可能性是想捉走朱葉引犬夜叉出來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與朱葉半繞半靈力的體質有關 奇隆苑的計劃可能是需要朱葉的體質才可以完成得到 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下集再談過 拜拜 拜拜